Hello大家好 今天这个视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用的一些洗发水 自从英国第一次隔离开始呢 我就对洗发水特别感兴趣 因为也不能出门 所以对化妆品什么的就没有特别感兴趣了 再加上在家隔离的这一年多 我的头发呢长到了历史新长度 它已经长到了我的胸下了 而且我现在的发质应该也是近几年最好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我的发我也完全没有分叉和干枯的状况 像我以前染发烫发比较多的时候 头发大概只能长到这个长度 然后就会开始毛躁啊开叉之类的 我现在头发是没有经过染烫的状态 不管是看起来还是摸起来都非常的健康 再加上最近呢又有很多小伙伴想让我分享一下洗发水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就来了 那在视频的最后呢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喜欢的几瓶洗发水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其实我现在特别热 但是我觉得如果分享洗发水 不把头发放下来的话 感觉好像有一点怪怪 平时拍视频也不是很喜欢 在我头发没有卷过的状态下 直接这样放下来 我总觉得有一点点不是很适合我有点怪怪的 那大家可以耽误或者留言告诉我 你们觉得我头发这样正常的状态下散下来比较好 还是像我平时一样扎起来比较好 OK那我们现在赶快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第一瓶是这个 这是一款男士防脱发的洗发水 它里面有添加咖啡因 这款洗发水你在洗的时候呢 把泡沫揉出来之后要在头顶上停留个两分钟 才能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 这个其实我已经用完过一瓶了 一开始是买给牛同学用的 但是后来有一次我试用了一下 觉得还挺好用的 而且能明显的感觉到 洗头发的时候掉的头发的数量有明显的减少 而且洗完之后头皮也清清凉凉的很舒服 它的香味就是很典型的男士洗发水的香味 没有特别好闻也没有特别难闻 那这款洗发水这一瓶主要是给牛同学用的 其实我现在就不太用这款洗发水了 可能是我已经用完了一瓶了 现在这一瓶它用起来给我的感受呢 没有第一瓶的效果那么好 所以我就没有再用了 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试过这款洗发水 而且你有脱发的困扰的话 可以试试看这个 我觉得男生女生应该都可以用 它也有女生用的版本了 但是我用的这一款男士的 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第二个是这个洗发水 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叫什么 这一款是巩固加强滋润和减少头发开叉的这样一个洗发水 它不是最经典款的 因为我听说经典款的洗完之后会比较干 所以我用的是这一款 这个其实用完也挺干的 把泡沫冲洗掉之后呢 头发会感觉有一点疏不开的感觉 当初买这个是因为看到很多人说 用完这个之后头发又长得更快 所以当时抱着好奇心就试了一下 对于头发有没有长得更快这一点呢 我觉得其实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作用的 平时如果营养啊什么的都跟得上的话 头发也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生长速度 那这一款洗发水好像是人和宠物都可以使用的 这个洗发水有一股椰奶的香味 牛同学非常喜欢 所以现在也是它用的比较多 总的来说呢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洗发水吧 就是用完它一定要用护发素 接下来是这个Clorine的洗发水 它是一款超级温和的洗发水 它的包装上有说三岁以上的儿童都可以使用 起泡程度也中等 它的香味还挺清新的 没有特别像是叶麦的味道吧 可以看到它的流动性非常强 它是一款清洁力中等的洗发水 而且对于头皮也很温和 所以像我平时如果觉得头发稍微有一点点油 但是又没有特别脏的时候 会用这一款洗发水 那这款洗发水呢 牛同学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因为它的头皮是属于那种比较敏感的类型的 那用这一款呢就没有什么刺激头皮的风险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挺好用的吧 接下来还是一款Clorine的洗发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款我就没有用特别多 它是一款anti-pollution shampoo 而且里面有添加水薄荷 所以这款洗发水用下来呢 头皮会非常的清凉 就是如果你冬天用的话 可能还会觉得有一点冷 所以这款我一般冬天用的很少 都是夏天的时候 或者天际暖和的时候用的比较多 它的清洁力也属于稍微强一点的 所以它洗完之后头发也是非常的干 这个也是要搭配着护发素来用的 它里面添加水薄荷 能够刺激头皮增加血液循环 所以我觉得偶尔用一次应该对于头皮健康 还是有一定好处的 再下一个是这个Bumble and Bumble的洗发水 这个洗发水我其实也用完过一瓶了 这是一个深层清洁洗发水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它叫Sunday Shampoo 所以它是建议一周最多使用一次的 它的清洁力度非常的强 再加上现在我真的不太出门 所以这个我可能一个月最多用两次的样子 那如果你是那种超级大油头 或者你的头发超级浓密非常多 然后又需要一款清洁力非常非常强的洗发水的话 那这个可能就非常的适合你 目前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五款洗发水 那还没有结束 我还有另外三款洗发水 我很少会一瓶洗发水用到底 一般呢至少也会有三瓶洗发水这样交替着使用 剩下是三款卡湿的洗发水 第一款是这个卡湿的根源洗发水 它的起泡程度中等 这一款是针对有脱发困扰的 我用它的感受呢 就是在洗头发的时候 头发不会掉那么多 它洗完头发之后 头发的蓬松度滋润度 有一个很好的平衡 所以我用完它之后 即使不用护发素 头发也不会很干 而且头发即使在一两天之后 还会有一定的蓬松度 所以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款洗发水我非常的喜欢 已经快用完了 只剩下这么一点点 再下一个是这个 这个是针对于敏感头皮和干性发质的 这款洗发水呢 它的起泡程度呢 就稍微弱一点 不过用它洗完之后 头皮真的会觉得得到了舒缓 不会说是像用这一款 它里面添加了水布和头皮的那种清凉感 它就是一个非常舒服的 舒缓的感觉 这款洗发水洗完之后呢 头发也是属于不会很干 也不会过于滋润的状态 我有时候用它洗完头发之后 也不会使用护发素 它洗完头发之后的蓬松程度呢 没有用根源洗完之后的蓬松感好 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款洗发水也是非常好用的 最后一个是卡士的风吟洗发水 这个我才用了大概一两个月吧 这款洗发水是专门针对细软发质设计的 它能够让头发看上去更加的风吟 从视觉上会让头发看上去不会那么的细软 它可能是因为我头发不是属于细软发质吧 所以这一款的它的蓬松效果 其实没有特别的惊艳 跟根源的这个蓬松的效果 其实是差不多的 它的味道还挺好问的 是一种青苹果的味道 这个我让牛同学也试用过 牛同学就是非常典型的细软发质 那牛同学用完这款洗发水 头发吹干之后 真的会看上去非常的蓬松 所以说如果你是细软发质 想要一款让头发看上去非常蓬松的洗发水的话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用的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属于比较粗硬一点的发质 这款洗发水它有一定的蓬松度 但是不会是那种非常明显 非常惊艳的效果 好了 那我的八瓶洗发水就分享完了 希望大家没有被我吓到 因为是我跟牛同学两个人使用 所以还好 不会说开一瓶 然后用一两年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用一款合适的洗发水 真的能够大大的改善发质 当然是改善到一定的程度 因为头发的好坏跟头皮的健康 以及饮食作息之类的也有很大的关联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头发闪亮健康呢 日常营养一定要跟得上 OK那现在到了视频的最后环节 我会告诉大家我最喜欢的三款洗发水 第一个呢就是卡什的这个根源洗发水 它的使用感受非常好 洗完之后头发不会过于干 也不会过于滋润 而且会有一定的蓬松度 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减少脱发和掉发 所以我觉得这一款洗发水真的非常的不错 第二个是卡什的这个舒缓洗发水 这个在头皮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就非常的好用 我觉得它们俩应该算是病液第三吧 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 那这个呢就是它的清洁力特别强 即使它的优点也是它的缺点 作为一款深层清洁的洗发水 我觉得它是非常不错的 那这一款呢它整体的使用感受非常好 也有一定的蓬松度 但是它的蓬松度呢就没有特别特别的明显 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它是一款非常不错的洗发水 所以我觉得它们俩就并列第三吧 那大家应该发现了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卡什的洗发水的 在我以前头发染烫受损的时候 我最常用的一款洗发水呢 是卡什的一号还是二号洗发水 是那个橙色盖子的 那款洗发水真的非常的滋润 非常适合受损和极度干燥的发质 对于我现在的头发来说 那款洗发水可能就过于滋润过于保湿了 会让我头发油的很快 另外我建议大家至少要有两款洗发水交替着使用 最好是有三款 我觉得要有一款像是这种对头皮非常友好 非常温和的洗发水 在你头发不是需要生存清洁 或者是头皮需要一定的舒缓的时候来进行使用 另外就是一款针对你自己头发发质日常使用的一款洗发水 那对于我而言大概就是这两款 最后就是一定要有一款像这种深层清洁的洗发水 因为如果你的洗发水它的清洁力度不是那么强 或者是它里面有添加硅 那你长期使用下来 它可能就会在你的头发上残留下来 那它就会危害到你头皮的健康 从而导致头发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说像这样一个深层清洁的洗发水 我觉得大家也都可以备一个 不一定要是这一款 这个只是我用过的应该算是唯一一个深层清洁的洗发水吧 洗完头发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干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希望你们觉得这期视频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大家如果对我用的护发素或者是发膜感兴趣的话 可以留言或者耽误告诉我 我可以另外再做一期视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想看的视频呢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